我发现日本人除了用的东西奇怪以外 连爱吃的餐厅也很奇怪 元旦一大早 就被日本同事拉起来 说要带我去吃点好的 上大巴以后 刚一坐下 就看到他从包里掏出了一个蒸汽眼罩 还有一个像耳塞一样的东西 这耳塞胀那刻诊奇怪 拿过来一看 原来是一个会发热的耳塞 像这样组装完以后 把这个白色的东西塞进去 大笑杠杠好 再塞到耳朵里 耳朵就开始发热了 同事说有了这两样 他就能在大巴上好好睡一觉了 再看着项目那一眼 好不容易到餐厅 进去以后 连个迎接我们的人都没有 房间都是一间间隔开掉的 前台告诉我们房号以后 得自己去找房间 坐下以后也没有人过来 想喝水 得自己去房间的角落里倒 点菜在平板电脑上进行 就连菜 你也要在听到气笛声以后 打开窗 看到有辆火车在你面前停下来以后 打开车厢门 自己去拿 拿完也不要忘了关门 只有关了门以后 他才会原路返回 再给你们看看日本同事点的菜 绿道你发慌的富士山咖喱 尽管看上去没什么食欲 在同事的鼓励下还是尝了一口 这是普通咖喱的味道 其他还有冷的胡萝卜泥 冷的鸡肉丸 唯一的一道热菜 就是这盒珍珠肉了 你们说说看这点的都是什么菜 还好我聪明 出来的时候带了河火锅 大冬天来上这么一口 真的是太满足了 给日本同事吃他还不要 我以为他是真的不要吃 就想上个厕所以后 回来再慢慢吃 可没想到当我回来的时候 by bwd6 地体各东西 一路 地阶 一路 工夫 三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